但您掌握国际的最新消息 两艘在有移民的船只 在意大利外海沉没 现在惊险救援的画面已经曝光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海浪非常大 移民随时可能被冲离救援的船只 救援过程显向还生 根据外电报道 沉没的两艘移民船 都是由图尼西亚出发 一共载运90位移民 尽管意大利海岸防卫队火速救援 成功救起了57位移民 不过还是有两人死亡 至少30人失踪